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在大災難之後被提 因為這個教導是非常重要的 我將那些教導濃縮、濃縮、濃縮到最簡單的五點 很簡單的 每一點是一張或兩張 我希望大家記得 為什麼呢?你需要向人解釋 因為太多人在網上 全部都是講災前被提的 英文是有反對這件事的 英文是說看聖經根本沒有說這件事 有些人推廣之後 人人就以為這就是聖經的說話 其實聖經是沒有說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有幾點 第一,這是給大家預備的 上面的字一起讀 保羅復活、改變、被提 和與主相遇或聚集是同一時間發生 它是什麼意思呢? 保羅復活不會復活兩次 復活它就改變了 就被提了 然後跟主耶穌一起 或者聚集是連續的 他復活了 保羅和那些 不只是保羅的 我簡略地說了 保羅和基督徒 一起復活了 復活之後就改變了 就被提了 那跟耶穌一起 去與主相遇或聚集都是同一個意思 所以聖經所說的 這些不會發生兩次 復活會不會復活兩次 會不會保羅復活兩次 復活了 有新的生命 又再死過又再復活過 不會的 避提不會避提 又再復活 與主相遇 不會相遇了 又再分開 因為在貼前四章那裡說到 就要永遠和主同在 所以聚集就是一起了 好了 我這裡就說出 下面那裡說了 貼後二章一到八節 說到主降臨 廢掉的基督 和保羅與主聚集 所以這個聚集 就是被提了 跟他聚集 第二就是在貼撒尼加前書四章 十五到十七節 說到主降臨 保羅會復活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主永遠在一起 而在臨前十五章那裡 說到保羅復活和改變 這幾處經文 第二處經文 貼前說到復活 被提 臨前說到復活和改變 復活只有一次 所以這兩個經文就同時應驗 因為復活只有一次 所以貼前四章的復活 和臨前十五章的復活 是同一事件 所以是連串發生的 由同主聚集 和與主永遠同在都一樣 所以這三個經文 是同時應驗 下面那裡解釋我剛才說完的 就是復活只會一次 同主聚集一次 所以三段經文是同時應驗的 好了 現在我就用五點 第一點 貼上後書二章一節 經文說甚麼呢 第一弟兄們 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用了一字是 序列文 序列文是甚麼呢 是說到耶穌 是說到祂回來的 是主回來的 即是說 輪到耶穌回來 和我們到主聚集 即是同一齊 那次序 看經文 如果你是Exegesis 從經文解釋經文 就是耶穌回來後我們聚集 沒有理由聚集才回來 但很多人就說 聚集先 被提先 由先 耶穌回來 其實經文是說到降臨 由我們聚集 然後那個日子 他說到日子 即是說到耶穌回來 那日子之前有離道反教 即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還有這個大罪人 就是敵基督 沉淪之子 他會自稱為神 並且坐在神的殿中 自稱為神 由耶穌親自用口中的氣 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 所以耶穌回來 然後聚集 聚集甚麼時候 就是耶穌廢掉他 敵基督甚麼時候活躍呢 就是大災難 大災難時期 敵基督 就是活躍了 所以 基督何時被看呢 就是大災難之後 就是耶穌回來 用榮光廢掉他的時候 下面那裡貼上 前書四章十七節 是說到永遠同在 所以這個永遠同在 就是跟上面的經文所說到的 聚集是一樣的 聚集和永遠同在 即是跟耶穌聚集 即是我們現在會合了 你旅行會跟那個領隊會合 我現在跟耶穌會合 會合不就是跟下面的被提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經文所說的 就是我們跟耶穌聚集 而什麼時候聚集呢 就是耶穌用降臨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即是說他這三年半已經過去了 這個大災難已經過去了 那時候他再沒有權勢了 所以這個經文是很清楚地說到 是耶穌回來 在這個大災難之後 我們被提的 第二點 就是基督徒被提在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將來基督徒有什麼經歷呢 三件事 復活 改變形象 被提 先說Joy的分享也有說到改變形象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就說到號銅要響 就說到這個是末次號銅 還要遲些才說的 死人要復活 然後要改變 然後貼前四張十六節 就說到復活了 所以這個復活和那個復活是一樣的 即是保羅復活 還有大家看到那個我門 有沒有看到那個我門 綠色字,黃色底 兩個經文都有我門 還有上面也是 上面的經文 不過我不是用黃色底 你看到綠色字 上面有綠色字 下面有綠色字 都是說到保羅有份的 保羅只能夠復活一次 在這裡就說到保羅會復活 然後我們都要改變 下面就說到復活 所以這個是同時發生的 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說到何時發生呢 就是死被得聖吞滅 你想像一下 我形容一下 假設這隻貓就是死亡 神將它吞滅了 沒有了,吃了 即是沒有死亡 大災難 基督徒也會死亡 也會被殺 所以死被得聖吞滅 甚麼時候呢 大災難之後 再沒有死亡 即是基督徒何時復活呢 和改變呢 和被提就是 死被得聖吞滅 就是大災難之後 這就是第二點了 第三點 末次浩童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有說到災難過去 耶穌所說的這段經文 萬族要哀哭 人子降臨 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有浩童的大聲 原文都是三個字 浩或浩童都是selpik 四五三六 你上網找四五三六 Greek G-R-E-E-K 就會找到這個字 即是好像今天的喇叭 不過跟我們今天用的喇叭 是肯定不同的 這是屬天的喇叭 那就是說到 耶穌回來 大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 那時有一個喇叭的大聲 為甚麼我們知道 是真的有聲音 因為在貼前四章十六節 有說到大響聲 有天使長的聲音 和這個號碼 所以是說到三種聲音 所以這個號碼是真的有聲音 是七次的 是我們每個都聽到的 所以到七號的時候 每個都聽到的 忽然間很大的響聲 全世界都聽到的 好了 耶穌說的號碼 保羅又說的號碼 那保羅說的號碼 跟耶穌說的是不是一樣 你想一想 耶穌先說號碼 後來才到寶多 保羅信了耶穌之後 做了基督徒 做了仕途 那他一定要認識 耶穌說的話 他沒有理由說 耶穌說甚麼我不知道 我甚麼都沒有聽過 他一定會 即他亦都跟神領袖 但他亦都會 當時他們記錄的 關於那些新約聖經 記載福音 福音書 他都會重視 他看回看的時候 他知道耶穌有說過這個號碼 然後神就啟示他 在耶穌回來有號碼 這個很明顯是同一個號碼 因為如果不是同一個號碼 譬如有另一種號碼 叭叭叭 譬如假設 神就說 你的號碼不是耶穌說的號碼 而是另一種號碼 如果有一種叭叭叭的號碼 示範給你 你以為是叭叭叭的 不同聲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聖經就應該說是另一種號碼 但聖經沒有說另一種號碼 只是一樣是說到用這個希臘文的字 也沒有提到另一個號碼 所以這個是同一個號碼 好了 臨前十五章 號碼末次吹響 末次即是以後還有沒有號碼 沒有了 最後一個 即是沒有一個號碼遲過他 其實聖經講到七個號碼 即是第七個號碼 沒有一個號碼遲過他 那馬太的號碼會不會遲過他 不會的沒有一個號碼遲過他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也不會遲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是甚麼事之後的 是大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的時候這個號碼 所以末次號碼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耶穌回來世界末期大災難過後 而聖經是很清楚地說到 兩段經文都說到號碼的 臨前十五章說到這個號碼末次吹響 死就被得性吞燃了 聖經用這些去跟一些人說 他們信開災前避提 他是說為甚麼你這麼執著聖經 那我就會很奇怪 那你信甚麼的 他信別人傳開災前避提 那你信人而已 你不是信人 我們信聖經 聖經會不會將最重要的那些不說 最重要的那些是說錯的 是他們才說對的 會不會這樣呢 是不可能的 聖經說的才是我們信仰的根基 所以我真的試過跟一些人說 他們是不肯面對這件事 這是非常可惜 因為他信開災前避提 那他真的有一個牧師這樣說 你們信災後避提 你們信吧 不過到時我會打打聲 他沒有用我打打聲 總之我就會避提 但是很奇怪 如果是避提 聖經說甚麼時候就是甚麼時候 你不能說你信災前避提 你就早點避提 是不是也要同時避提 不能改變 然後接著第四點 其實我感謝神 神一直教我 我逐步用了很多時間去釋經 慢慢看清楚了 發覺經文是清楚得不得了 另一點就是說到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經文 在馬太二十四章裡說到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說得很清楚 災難過去了 好像羅亞的時候 不知不覺洪水就來了 將會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 又是佩洪水也要這樣 即是人子降臨如何呢 好像洪水的時候 人們還沒有準備好 忽然洪水來一沖 全部衝了 要毀滅 要審判了 就是在這個大災難之後 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們全部要被審判 那時 四十節這個很重要 當時的意思就是當時 即是耶穌降臨回來的時候 大災難回來的時候 當時 很明顯 因為有些人否認 這是被提的 但因為上文說 已經大災難 和耶穌回來了 然後在那時 就像洪水一樣毀滅 然後在那一陣 這個那時很重要 兩人在田裏面做工 做工就是一邊做事 那在做一邊 一邊一個取緒 取緒這個字是什麼字呢 原文聖經 就是下面那裡寫著 Para-lambano 3880 有些人說 我不懂希臘文了 怎麼辦呢 我解釋給你聽 Para-lambano 是由兩個希臘文字 扣在一起的 para para 就是在身邊的意思 或者接近 這樣的意思 Lambano就是 拿、帶著 或者接待 凡接待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這個Lambano Para-lambano 就是接待他身邊 para在身邊 Lambano是接受 接受來身邊 當主的使者吩咐約翰 戴著小孩子耶穌 和他母親徒王埃及 就是用這個詞 Para-lambano 把耶穌帶到你身邊 和他一起去埃及 所以這個經文說到 娶他一個 就不是一個扔掉他 是帶到神的旁邊 所以這個是說到被提的 讓我們看看上一章 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做公安 一聲一個拿去 就是耶穌回來 把他帶到身邊 然後兩個人推磨 兩個女人推磨 又一個人帶到身邊 而路加福音更加加上一句 兩個人在床上 路加福音17章 亦都說到末世 正在睡覺 所以全部都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所以這個突然的動作 帶到神的身邊 而是大災難過後 然後耶穌降臨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被提 那這個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大災難之後 接著是第五點 這裡剛剛看了 第五點 就是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都是說到 首先二十九節說到災難過去 由人子降臨 有大能力 驾雲降臨 接著就看到那些經文 全部都是說到兩批人見耶穌 有忠心有見識的仆人 還有惡僕 就要被處置了 然後馬太二十五章 大家記得有三個比喻 第一個就是十童女 五個被接納 五個被拒絕 接著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五千、二千那個 回來賺回五千、二千就被接納 一千那個 因為他埋藏在地上 所以他是要受審判的 他是趕到外面 黑暗裡面 然後綿羊山羊的比喻 他特別說到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節 當人子降臨的時候 大災難之後的時候被提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被提 我再很簡單地說 第一點就是 基督徒什麼時候去耶穌聚集呢 就是耶穌降臨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榮光廢掉敵基督 就是大災難已經過去了 敵基督被廢掉了 第二個經文 就是說到我們復活的時候 兩段經文說到復活 都是說到死被得性吞滅 即是再沒有死亡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會復活和被提 第三就是這個號碼 而這個末次號碼 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 不會遲過臨前十五章的號碼 而這個末次號碼 就是我們復活和被提的時候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碼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沒有一個號碼會遲過末次號碼 因為末次號碼就是最後一次 再沒有了 這個應該就是第七個號碼 再沒有了 而那時候之前也有大災難 所以是大災難之後被提 第四就是大災難之後 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 人子降臨在那時候 忽然間兩個人在做事 一個一聲就拿去 這個就是被提 所以這個也說到大災難之後 第五點就是說到 耶穌回來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說到他一回來 接著那些惡僕善僕 一起面對他 有很多人就說 死了死了,我很害怕 我怎麼辦 我們將來見耶穌怎麼辦 我很害怕 要大災難 很多人就很害怕 但我們就知道神是掌管一切 因為大災難都是神的手中 我們信靠這個全能的真神 到時我們會經歷更多神職 因為為什麼呢 明明不准買東西吃 你買東西吃就要拜壽 那你吃什麼呢 有什麼東西吃呢 一定是要呼求神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 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那些基督徒做什麼呢 不能上班了 上班都沒有用了 只能夠祈禱 天天祈禱,親近神 天天都有神的同在 因為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在迫伯的時候 祂也會教我們怎樣有食物 怎樣保持安全 即是不會說 忽然間又很快被人殺光 如果基督徒全部被人殺光的時候 這個末後的日子就不會 即是基督徒就不能夠傳流了 在大災難時期一樣有很多基督徒傳流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基督徒 靠耶穌,靠著耶穌得勝猶豫 我希望大家深信 大災難是不用怕的 因為我們在神的手中 所以這句學的是什麼呢 學對世界放手 因為很多基督徒現在靠什麼呢 多數基督徒是靠錢的 靠工作的 這些我不是說錯 但是很多人就靠其他東西 不是靠神 但是到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靠神 你錢、人、屋都沒有用 全部都沒有用 而過時根本我們都沒有電沒有水 為什麼呢 你都沒有錢買 不能夠買到水電 只能夠去神的供應 所以只能夠祈禱 好像以利亞 不是有三年半的嗎 這是聖經的預言 三年六個月不准下雨 沒有了下雨 他走了去基立溪旁 後來水乾了 他又去另一個地方 去寡婦那裡 神這是預表將來的大災難時期 在那時候 神就用方法供應 或者一些烏鴉 擔製東西給我們吃 無論什麼方法也好 我們就是依靠耶穌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最近我真的覺得很奇妙 就是幾個認識我的人 都經常看到末世的異象 大家更多祈禱 為何會有那麼多出現 全部都是很偶然出現的 Vivian 因為她病 病得很厲害 所以她就看那些影片 然後告訴我 然後我就跟她聯絡 Vivian 就看到她的影片 然後找我 然後Joy 她祈禱的時候 她去台灣的時候 看到這幅畫 然後她祈禱 在敬拜的時候 被神大大的感動 然後她就看到這些異象 這個都是神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末日的時間 不會很久 而且你看現在的災難 是不是很嚴重 這次這個風暴 非常之嚴重 越來越嚴重 那些人就說 百年一遇 但其實一年多遇 年年都有 永不落空 所以我們知道 這是末後的日子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我們靠耶穌得勝 基督徒在大災難的時候 更加得勝的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求主幫我們 不要只是看重世界上的事 是叫我們看重神的國度 主有太多基督徒 他們只是看重他們得到甚麼 他們只是看重他們 有甚麼利益 但他們沒有想到 我們怎樣 最重要的是倚靠神 神喜悅 神就祝福 神喜悅我們 神就祝福我們 神就幫助我們 我們可能隨時 忽然間有一天 忽然間從新聞知道 有很大的戰爭 忽然間 這個世界大戰就開始 或者這個災禍 忽然間淋在 非常之強烈的風暴 非常強烈的洪水 淋到世界很多地方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末後的日子 可以忽然間開始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貪愛世界 這世界非我家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末後的日子 為主作見證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為耶穌作見證 我們救更多靈魂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看到很多預言應言 我們是更加需要警醒 學習聖經 懂得跟他們 講解聖經所說的話 懂得去幫助他們 多謝天父 神一定施恩憐憫我們的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的 神施恩給我們的 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多謝天父 神一定幫助我們到底 我們感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在這個時候 我都邀請大家 去反思自己的生命 你願不願在末後的日子 給神使用 因為你只是想念自己 總之不要死 總之我是不是只想念自己 不要死 還是我要給神使用 你願意給神使用 你向神舉手 我願意在末後的日子 成為精兵 我預備好 不要受這個受印記 不要拜受 叫我們靠著耶穌有力量 靠耶穌作美好見證 站立得穩 得勝有餘 神就喜悅了 就算我們要殉道 就算要殉道 但是不用怕 一死我們就去天堂 並且在未死之前 神會給我們額外的恩典 求主與我們同在 求主興起我們 成為基督的徵兵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小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